肺癌晚期治疗后五年生存率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患者的自身体质 病情的严重程度 以及治疗方式的 一般来说 肺癌晚期五年生存率一般在10%至20% 但是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如果患者在晚期已经出现了远处转移的情况 而且自身的体质也比较弱 此时存活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一些 可能在10% 但是如果在晚期的时候 没有出现远处转移的情况 而且自身的体质比较好 此时存活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可能在20% 此外 肺癌中晚期五年的生存率在20%到40%左右 晚期肺癌五年生存率在10%到15%左右 这需要积极地通过化疗放疗 八项治疗 免疫治疗等方式进行综合性的治疗 缓解患者的痛苦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总之肺癌晚期治疗和五年生存率 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同时患者需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和建议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 保持人生存期和健康的休息 保持人生存期和健康的 config 保持人生存期和健康的育成 保持人生存期和健康的情况